今天是6月16号 给大家把这个结束送出去 这个比较长的这根呢 就是那个油桃 这个油桃呢比较好吃 咱们尽量呢 把这个结束给大家留长一些 长的这个呢 是这个风味天后 一会呢 咱们再采集一点这个580 给咱们放更短一些 咱们记这个结束呢 不多一样一根 因为现在呢 怕大家嫁接以后有牙变反应 一样一根 就是为了让大家嫁接了以后 自己食用 或者是说我嫁接完了以后 看看当地表现 因为咱们不知道这个油桃 还有风味天后去你们那 会发生什么变化 另外呢这个风味天后呢 很容易有果秀 但是非常好吃 这个油桃呢 做物率有点低 但也是非常好吃的 在我这儿我感觉 比较好吃的 三个品种 给大家 送出去 咱们在采集结束的时候呢 最底下 大概十来公分 咱们不选 因为最底下 这十来公分的 它那个牙子比较别瘦 咱们不要它 咱们只要这个牙子比较饱满的 然后上端呢 太嫩的 也不能嫁接 咱们也都给大家呢 取下去了 大家是不是在嫁接的时候 找不到这个绑条呢 我会给大家 每一个包装里边 少放一些这个绑条 方便大家使用 大家呢 也不要再去找了 因为你去买的话 它一卖 它就几百个 它几百个几百个的 你也用不了 所以呢 方便大家 我给大家弄了几百个 给大家分一分 就可以了 桃树嫁接呢 肯定是有工具了 咱们这个工具呢 就是这个双刀 双刀嫁接呢 基本上就是百分百的成活 在家 我给大家送出去的这个绑条 双刀 用这个绑条 再去嫁接 基本上就是百分百成活了 这个双刀的制作呢 咱们可以在西瓜搜索一下 红酒果园 双刀制作 然后你们自己去制作一个 就可以了 它这个刀呢 刀片呢 就是那个手术刀片 二三的 二四的都可以 然后这个刀柄呢 就是咱们在园子里面 剪一个木棍 它这个宽度呢 大概就是 一点六 一点七 都可以的 咱们呢 详细的 双刀制作呢 你们就去看那个 西瓜 找红酒果园 双刀制作 今年呢 比较忙 咱们就不单一的 再去制作这个双刀了 大家呢 自己可以去翻看一下 一会儿我会把这些绑条 还有这个杰刀 给大家发回去 大家记得接收 就可以了 五天后 如果没有接到杰刀的 记得再联系我 说实话 最近呢 也确实比较忙 也可能会有忽略的 大家不要建议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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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